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樣的話 這些戰利品一共多少錢 3萬 33萬5千 對 因為像我剛剛說的 你一家店如果買10件 你一個晚上就買了30件 如果你真的只逛三間店的話 你三個晚上其實你就 就是可以買到很多 對 可以幫朋友買 才7萬8千塊 對 就可以買到33萬5千4百塊 這個不用撕了 77% 超行的 會現在壓軸 是 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到韓國採購竟然可以省到77% 對 不過請問一下憲老師 如果我們沒有錢去請 隨行的翻譯的話 跟一般人 你到韓國人生地步熟 真的也不曉得到的人請 有沒有其他好康的 你可以在韓國的觀光旅遊局的網站 在台灣就有了 是 你上去列印它有Coupon券 對 Coupon券第一個 你就可以用在它的機場 比如說像我手上這個 三個英文字母的 在韓國的機場就有這個品牌 這個牌子可以買 機場可以買 有 有免稅 當然東西不太一樣 對 然後像這個有一個把握公司 什麼天的把握公司 哪個字的 它一樓也有這個裝櫃 然後它樓上9樓 9樓還是10樓 所以Coupon券可以打折 沒有 一樓買的話 就是它原本韓國的價錢 對 你去樓上你有Visa Card 退稅嗎 沒有 可以再打9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 上下都有櫃 化妝品也是 化妝品也是樓上也打9樓 樓上還有在打9樓 樓上樓下就有差別了 不過很多人在一樓買完 他不知道樓上還有一櫃 對啊 大家想說一邊都一樣 而且還可以退稅 Coupon券這些就可以搭配著用 然後像你可以去查一下 怎麼退稅 要問清楚 還有一個 韓國有很多吃的對不對 對 還有一些零食什麼 然後我現在帶一個 比較經典就是這一個 這什麼 這很好吃 是 這個叫做杏仁奶油糖 這你有吃過嗎 可以開嗎 可以開喔 你沒有吃過喔 沒有吃過那個 這很有名耶 而且你 初次見面的那個糖 怎麼搞得一副 我們是阿慫的樣子 對啊 家瑋也沒吃過這個吧 對 他說你們沒有吃過 很有名耶 好慫的感覺 很有名耶 我們是阿慫 每個人都覺得好慫的感覺 我們家那裡有幾瓶 真的很難買 對 這時候還有很多零食 零食的東西 其實你在買的時候 你如果說去韓國當地買 當然就便宜嘛 對 不過如果說你在台灣 真的非常吃到這些 你還要回味這些美食 我跟你講你可以找代購買 那找代購 千萬不要買那種一兩包的 對 一兩包會比較貴一點 就30包 50包 也可以 對 你就給你辦公室揪一揪 量多一點的價錢 就會稍微再低一些 我覺得韓國好吃的零食 好罪惡喔 真的好多喔 既然剛剛講到代購 我們要請這個小平 如果說我沒有時間去韓國 直接採買的話 我要請人家代購 有沒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推 像韓國的東西 因為非常的好買 所以一定要 好賣的東西一定要 像壓倒一樣要囤貨 就像這個痘痘蟲的水龍頭 延伸器 然後它這樣痘在水龍頭上面 水流出來非常的療癒 很可愛 對 所以這個大家都囤著 現在這個非常的熱賣 非常賣 還有再來就是像這一個 是現在非常紅的 秘密花園繪本 對 那這個在韓劇裡面 是人畫畫畫的嗎 繪本 這個如果就是美術 自己上色 對 你可以用畫筆就是 這個一張小孩可以玩很久 這樣子 畫完都大學畢業了吧 他畫完媽媽可以一整天 多很多時間 對 這個媽媽真的需要增添一點 整個後一本 對 這個東西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之前有畫 就是我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一畫我就會覺得 壓力都釋放出來了 類似那個曼陀羅之類的 對 它就會讓你很專心的 一直畫 對 而且它在那個 韓劇的製作人裡面有出現 Ayu他就是有在畫 現在搶翻天了 這個一本差多少錢 這一本現在在那個代購 大概喊到四五百塊 是 對 好 小平 那代購 我們有沒有需要注意一些 有什麼地方要小心的嗎 一定要注意到像這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代購A跟代購B 第一個代購A它是免費 看起來很像 很不錯 對 好 第二個它是收 一件是200塊的代購費 是 好 那匯率呢 代購A是0.04 代購B是0.03 看起來匯率很低 可是有些客人 就是他們沒有注意到 這一點 對 所以這樣的話 代購A的話 它的總計是要4千塊 代購B是3千2 這樣就差800塊 差800塊 也就是說 表面上還比較花 表面上還是要細算 對 真的要細算 如果買10萬塊的話 這樣800塊乘10的話 就差了8千塊 而且服裝 而且服裝也是 是 它會有你一批 跟你一件一件 算下來的不一樣的代購 所以要看清楚 才是比較好 好 其實現在的這個匯率 你看不管是韓元也好 歐元 日元 歐元 對 所以真的今天這樣聊完之後 大家就覺得超心動的 是 明天又趕快開始做功課囉 大家可以準備自己的行程 然後可是行前 就像老師們剛剛提醒的 該做的功課還是要做 還是有一些限檢要小心的 好 也祝福大家 謝謝今天所有的來賓謝謝 謝謝